嘀嘀 警方趕到現場 攔截準備開車逃逸的 三名打人嫌犯 下車 全部下車 遠景拔槍對著車子餅 全都給我通通下車 三名嫌犯 嚇傻了 雙手舉高就犯 趴著 趴著 快打到了 手放後面 誰開車打 車打開 起來 起來 原來開車的證明 染淫法男子 是來幫朋友助陣的 他的朋友郭姓男子 在現場氣得大罵 對方欠錢不還 你們為什麼要打人 你還沒有錢 對啊 他欠我們錢 欠多少錢 陳馨男子到瑞豐夜市逛街 剛好被郭姓男子的朋友 廖姓男子所發現 要把這個陳馨男子 要強壓上車 要欠一本票 根據了解 被打的27歲 陳馨男子 因為欠46歲 的郭姓男子 五萬塊錢 又被撞見 在瑞豐夜市大玩 德州撲克 郭姓男子當場 男人要錢 雙方一眼不合互毆 債主的其他兩個朋友 趕來幫忙 演變成三打一 還要強壓上車 逼簽本票 上討 這個糾紛的時候 彼此認知有差距 所以說 這個本來是互毆 那接下來 就是郭姓男子 跟他的友人 就分別吃木棍 跟高爾夫 求棒 就追打這個 陳馨的被害人 他是頭部跟四肢有擦傷 還好有民眾報案 警方即使敢來制止 暴力行為 被害人才得以逃脫 否則已經被打得 這麼慘 再被擄上車 不知道又要被 毒打成什麼模樣 記者吳國珍 高雄報導